嗨大家好 我是曼妮 八月份的料理呢 我带大家做肉骨茶 刚好我们有上架 肉骨茶的炖料包 一样来自吉昌 内容物呢 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看 然后也有我们的 指定的中药材 其实它蛮香的 然后啊 大家记得就是 你可以先洗一下 都可以 我用了白萝卜 红萝卜 然后还有菇类 生豆包 我用了猪小排 还有猪五花 因为我个人蛮喜欢猪五花的 我觉得有一点油脂 会比较好吃 包装上面有写说 你要怎么煮 就是冷水大概三公升 然后就把炖料包放下去 大火煮沸之后呢 你再转中火下去煮 我煮的时间比较长 我大概煮了 四十分钟五十分钟 然后就让它闷着 整个过程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把炖料捞起来 在这个过程呢 我就有走火水 去烫我们的猪小排 走火水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从冷水 就把猪小排放下去 然后煮滚之后 就把猪小排捞起来 把它的血水逼出来 然后把炖料捞起来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切好的一些食材 把它放下去煮了 这一锅汤啊 就非常非常的香 这边看到 我用了白萝卜跟红萝卜 然后我都带皮 皮没有刮掉 因为现在我们邵飞跟阿吉 我们在试着很多东西 我们把皮连着皮一起吃 其实这样都蛮好的 刚有看到就是枸杞跟白胡椒粉 都最后再放 这一锅肉骨茶汤啊 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我在煮的时候啊 整间房子 一楼二楼三楼都非常的香 对 就闻了就很舒服 我依序把各种材料食材都放下来 就让它开始去煮 用了非常多的蒜头 蒜头带皮 因为如果蒜头要拿来炖汤的话 我都跟大家讲 那个皮啊 蒜头的皮其实很有营养 就都不要丢掉 一起下去煮 这个我大概煮了快一个小时 因为我放比较多 我有煮小排 然后还有五花肉条 我唯一用的调味料就是生抽 其他就是都只有这个炖料包 生抽可以取代盐 然后它的味道就会更香醇 大家知道我都很喜欢用生抽 这个在最后步骤 再把白胡椒粉跟枸杞放进来 生豆包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 有白萝卜 红萝卜 然后各式的菇类 然后还有芹菜 芹菜叶 我当天早上我还特地去买了油条 台南人喝汤 很习惯加油条 鱼丸汤 味噌汤都加油条 刚好肉骨茶呢 在南洋料理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吃法 那你也可以另外再用蘸酱都可以 这道料理很简单 鼓励大家都试试看 好了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